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同工会不同行业的工人代表身上抽出来的写出来的 工人学建 去砍七天架 工人学建 去砍七天架 工人学建 去砍七天架 工人学建 看起来是非常血淋淋 但是我们想要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 这些隐形的暴力 对于工人的剥削 我们好像在一个很现代的社会里面 我们看不到 觉得大家过得非常好 可是实际上 在台面下 工人就是血淋淋的热闹 就是被剥削 他就是血汗 再來呢 潘英文 我们在去今年的1月4号 我们公动团体 在跟蔡英文见面的时候 我们当天的见面 我们非常清楚的 关于七天架的议题 蔡英文在有录影存证的影像里面 他讲得非常的清楚 他说 只要在不损害工人实质利益之前 他绝对会把七天架还给劳工 为什么说是还给劳工啊 因为一开始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这个七天架是国民党主导要把他砍掉的 在那个时候 我们所有的工人团体 我们相信你蔡英文 好 最后你蔡英文 你选上了 可是在选后呢 我们看到资方跳出来说什么 她说 在选前 民进党就已经承诺 要砍掉七天架 她要求民进党政府 在立院过半 蔡英文520就职之后 请兑现承诺把劳工的七天架砍掉 我们外籍劳工 在台湾将近40万 都是在做3K的产业 那加班最多的是谁 大部分都是外籍劳工 相信大家都知道 那他们的加班费呢 不到大家一半 所以本劳跟外劳 工作环境都一样 工作条件都一样的血汗 那我们也拒绝砍七天架 因为 虽然外籍劳工没有什么纪念日 对他们来说没有纪念的价值 但是呢 他们的工时 他们的工作条件 还是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今天进去 非常重要的任务 除了我们的血书 递交给我们政府服之外 我们也希望 蔡永永给我们一个具体的回忆 什么时候可以还我们的七天架 希望她能给我们具体的回忆 如果她今天 没有办法给我们具体的回忆 她未来 还要把我们七天架砍掉的话 我们要抗争到底告诉 对不对 January 儿子 终于 再说 阿鉄 很多事情 我们 现在 F